嗨,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尼泊尔对于我来讲呢 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 它和印度很像 它们的风俗习惯 还有衣着服饰都非常的相似 从小呢,我就看印度电影 就觉得里面穿的那种 沙利他们的那个服饰非常漂亮 沙利呢,是尼泊尔和印度的一种传统服饰 是他们出席重要场合 或者是参加婚礼 才会穿的一种服饰 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今天呢 我也去逛逛尼泊尔的这种店 看能不能有一套适合我的 然后如果是合适的话 我就准备把它买下来 买它 走吧,跟我一起去看看 它这个沙利是可以定做 也可以买成品的 但是定制的话 那个价格会更高一些 我来试试这个黑色的 因为黑色很少人做 我想尝试一下黑色 这个沙利卧室我自己穿的话 我肯定不会吧 我感觉有点像那种梨啊 这一边 这一边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试一下是吧 可以试一下 好看吗 你可以把它做成为我的尺寸吗 对 可以 它说可以按照我的尺寸来定制 好多人穿着沙利都是穿着粉色呀,蓝色呀,红色呀,黄色呀,黄色这种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黑色的 不知道好不好看 我需要把它做成为我的尺寸 我只能够做成为我的尺寸 2天 2天 哦,多少钱 这个沙利,这个脖子,这个肩膀,这个肩膀 一共是9000 可以试一下吗 给我一个尺寸 8500 其实沙利是一定要定制,要定做才好看的 因为好多其实外面卖的就是一二百嘛 有那种二三百的 但是它那个不是定制的 就没那么好看 他说给我8500之后,人民币是530 这个肩膀是好吗 好 哦,这还好 这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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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好 好 好 我们是第一个中国人去买它吗 不,不,很多中国人可以 很多中国人 哦,有好多中国人在他们家买过 这个,这个中国人 哦,这个 哦,中国人 好看伯,再看一下 好看伯,这个颜色 确定啊,就买黑色咯 好看伯,这个颜色 确定啊,就买黑色咯 好的,好,好 这都可以 任何问题,还是我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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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他们人好热情哦 一直在帮我试穿啊什么的 而且真的是对他们这边的服饰挺开心的 所以我就定做了一套这种沙粒 今天来拿我的沙粒 看看做的怎么样 做好了 这是穿在里面的 这个裙子 穿在里面的裙子 好小 好小 不小 你的尺寸 他帮我穿一下我不会穿沙粒 然后进去吃一间他帮我穿一下 给我穿好了我有一点不习惯 这个感觉穿的好紧哦 那个沙这样子围一圈然后要折起来 上面要弄一个那个针在这里别着 好难呢我自己看穿不了 然后就是这样是吧 不然我会穿过去拍摄 哈喽 要拍个照啊 就这样嘛 它不用固定嘛 如果是我 我不弄在头上呢 哦 就这样啊 就是这样的 哦 是这样的 哦 是这样的 是这样 他们这边的服饰就是这样 就穿完一套了 然后 这个沙就掉在那个手臂上 要不然就是围在那个头上 它有几次戴 哦 还可以这样 他是就这样穿的哦 好看嘛 我觉得感觉是不是 就是要戴一个头饰然后化个妆 因为我不太会化妆嘛 就就涂了一个比较淡的口红 然后他们他们这儿 好像要用那个头饰啊 这样这样这样掉的 然后戴耳环可能效果就 就比较好